诗篇第102篇 困苦人发昏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 耶和华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让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在极难的日子 求你向我刺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阴云我 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 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我的心悲伤如草苦干 甚至我忘记吃饭 因我哀恨的声音 我的肉紧贴骨头 我如同旷野的醍醐 我好像荒唐的小鸟 我井心不睡 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敬 我的年日如日饮偏邪 我也如草苦干 为你 耶和华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你避起来连续西安 因现在是可怜她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她的石头 可怜她的尘土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她荣耀里显现 她垂听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名 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她从至高的圣所垂看 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 要垂听被求之人的叹息 要释放将要死的人 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她的话 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 侍奉耶和华的时候 她使我的力量重道衰弱 使我的年日短少 我说 我的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术世事无穷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墨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久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衣更换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术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业要坚立在你面前 第103篇 大卫的诗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意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耶和华实行公义 为一切受趋的人申冤 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召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凡 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静风一吹便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第一百零四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以尊容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铺张穷仓 如铺帽子 在水中绿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年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 珠水高过山岭 你的斥责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珠山生上 珠谷沉下 归你为他 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 遮盖地面 耶和华使全员 涌在山谷 留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 有水喝 野驴得解其可 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上提叫 它从楼阁中 浇灌山林 因它作为的功效 地就丰足 它使草生长 给六畜吃 使菜书发展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 又得酒 能悦人心 得油 能润人面 得粮 能养人心 加美的树木 就是力巴嫩的香薄树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浆 雀鸟在旗上搭窝 至于鹤 松树是它的房屋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藩的藏处 你安置月亮 未定节令 日头自知沉落 你造黑暗为夜 林中的百兽 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 要抓食 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 受便躲避 窝在洞里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那里有海 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 有你所造的鳄鱼 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 按时给它食物 你给它们 它们便拾起来 你张手 它们保得美食 你眼面 它们便金黄 你收回它们的气 它们就死亡 归于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 它们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愿耶和华的荣耀 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 喜悦自己所造的 他看地 地便震动 他摸山 山就冒烟 我要一生 向耶和华唱诗 我还活的时候 要向我神歌颂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 愿恶人归于无有 我的心哪 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 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 你们要纪念他 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 并他口中的叛语 他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他纪念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 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请的事 他又将这约 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 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份 当时 他们人兵有限 数目稀少 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游到那帮 从这国行到那国 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 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 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 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 约瑟被卖为奴仆 人用脚疗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困居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王大发人把他解开 就是治理众名地 把他释放 立他做王家之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载 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 雅各在寒地寄居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 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使敌人的心 转去恨他的百姓 并用诡计带他的仆人 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所拣选的亚伦 在敌人中间献他的神迹 在寒地献他的骑士 他命黑暗就有黑暗 没有违背他话的 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 叫他们的鱼死了 在他们的地上 以及王光的内饰 青蛙哆哆滋生 他说一声 苍蝇就成群而来 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寺境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 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 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 他说一声 就由蝗虫马炸上来 不计其数 吃尽了他们地上 各样的菜书和田地的出产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 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 他领自己的百姓 带银子金子出来 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变欢喜 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 他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间使火光照 他们一求 他就使鞍唇飞来 并用天上的粮食 叫他们饱足 他打开盘时 水就涌出 在干旱之处 水流成河 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 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欢呼前往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众名劳碌得来的 好使他们遵他的律力 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